警銷人員急忙將傷者送醫急救 但躺在單架上的男子 一動也不動 緊急送醫後 依然毀天法術 家屬斜到惡靠 趕到醫院 傷心到連護罰都踩不穩 死者父母透過失身 妻子更是難過 貪坐在病床旁邊 不敢相信去年才剛結婚的丈夫 怎麼會上班途中 就出了意外賠上性命 留下他跟兩歲兒子 上班的 怎麼錄 也不知道你 死者是30歲的陳姓男子 監視器畫面拍到 他在25號上午早上8點多 騎車行經嘉義高鐵大道大溪里路段旁 但畫面只拍到他經過 接下來就是有路人發現他倒臥路邊 幫忙CPR急救之後 送醫仍然不治 到底是怎麼摔車的 車禍現場疑點重重 因為男子城市地點 距離自己的機車有30公尺遠 家屬懷疑他可能是被撞上後 摔到路旁 因為他城市地點旁的樹幹 有明顯的撞擊痕跡 而且地面上還有長達30公尺的刮痕 警方不排除死者可能是被人撞了之後 高速撞擊力讓機車往前衝 才會留下長長刮痕 造勢人的車輛有擦痕 那個撞擊痕的部分 情況還在過濾當中 巧合的是前年也有兩名女學生 在同樣路段 因為撞上路數 雙雙身亡 不過由於車禍發生瞬間 沒有監視器拍到 現在只希望有募集民眾 提供相關畫面 來進一步釐清男子車禍的真正原因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